字幕提供 回到討論俄乌戰爭的情況 現在俄羅斯方面 看起來 之前他們蒸了三十萬兵 即是部分動員令 蒸了三十萬人 現在看起來有十五萬人 已經裝備好 訓練好 現在烏克蘭方面的評估 他們自己都害怕 他們已經非常震律 在和俄羅斯的戰爭 俄羅斯的兵源 多了三十萬 有十五萬人 估計在2023年 春天的時候 應該是2月3月的時候 就會大規模 反擊烏克蘭的軍隊 這個評估 其實我是同意的 即是 沒有理由 特別動員令 做了三十萬軍隊 都沒有反擊 現在的情況 就是 烏克蘭好像佔了一些地方 重鎮 好像打贏了 他們自己當然也很開心 其實實際上 那個隱憂很大 因為俄羅斯 做了一個特別動員令 他們的人不是馬上前線的 他們有一部分上前線 一部分上前線的人 當然那個表現很差 但是他們 不會不改變他們的策略 即是他們的表現很差 他們一定會改變一下策略 現在看到的是 15萬人 基本上 就要三個月準備 三個月 可能 去到2月的時候 就會大反攻 即是俄羅斯方面 就會大反攻 因為現在你看到普京 都不會說要和平 因為很老實講 普京現在說出來的事情 其實都是令到人恐慌的 即是我每一次見到 普京說的話 我都認為這場仗是有排糕的 即是不是說 立即可以收皮的 其實就 那 當然 有些人就說 不是啊 即是俄羅斯 即是已經收皮了 或者 烏克蘭方面 有些人說 他覺得 還有 半年左右 他們就會 贏了俄羅斯 那 那 那 這件事 即是我也要說回 真話給大家聽 即是 即是 俄羅斯他們 你說之前 是不是有些時間 是打得很差 我認為也是 即是打仗是打得比較 差了些 即是 結果有很多 不必要的傷亡 那 但是現在 那15萬人呢 他在冬天的時候 他們現在在後方那裏訓練 那 他訓練到 即是 二三月的時候 那 他去前線殺敵 就 我認為 就 又休息 天氣又沒有那麼冷 那 那 他們 即是 有機會打到烏克蘭 炒了的機會 其實是 很高的 我 很粗淺的看法就是 那 那 那 這個 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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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燭之蟲 死而不僵 那 俄羅斯方面 他一直都是 用少兵力投入的東西 繼續攻擊烏克蘭 那 烏克蘭方面 也是繼續付出代價 即是停不電 各方面的東西 那 俄羅斯 他現在 有十五萬的 新兵 你說 他會 即是向哪裏攻擊呢 我認為 他就一定是 在烏冬方面 推進的 即是 我自己操淺的看法 即是烏冬方面 他會 盡力去向前推進的 那 你說在南邊 他會不會 即是大規模有動作 我認為南邊 是比較難的 現在當然 在 哈爾松地區 即是他們之前 有退敗去 河的另外一岸 那 在河的另外一岸 你說 是不是 他真的可以容易地 過河再去 打回哈爾松地區 看起來 又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 去到明年 即是二、三月的時候 即是烏冬地區 他又會打獲勁的 那 有些地方 就 一定是生靈塗炭的 現在是 是非常難搞的 那 那 Tim Seng Lo 就說 美國不想怎麼收 其實 就是這樣的 俄羅斯方面 他們都是壓重著 會繼續打下去的 即是你看得到的 那 你說 俄羅斯 他會不會 再弄多一個特別動員令 我認為他其實 很有可能會這樣做的 現在普京說了 他就說 暫時 這個三十萬特別動員令 完了 不會再搞 但是 我保守估計 他 年頭的時候 他又會再做多一次 特別動員令 因為他要一波一波 這樣來 他不能夠 即是說 那十五萬人 他佔了那些地方 後面沒有兵源再去拱上來 所以 在俄羅斯的特別動員令 很快又會再搞一波勁 我覺得 空偉斯就說 還不趁現在走路 但是 那些烏克蘭人 其實就是這樣的 他們要走的 都走了 現在留在那裡的人 他們都是會 護國的 即是他們會為國家戰鬥而死 他們會去前線的 有一部分的人 是不是全部人都會這樣做 不是 但是 在烏克蘭的問題 就是 現在 如果在外邊的人 會不會走回去 就不會的 在外邊的烏克蘭的男子 就不會走回烏克蘭 為什麼呢? 因為 他走不出來 離不開 要從黑市的途徑 離開烏克蘭 普京 現在他再做十五萬大軍 再打烏克蘭 我估計烏克蘭是頂不了的 起碼有一波是頂不了的 然後 你說會不會 有拉割 我覺得也會有 但是 如果俄羅斯 真的要贏 的話 他再要搞特別動員令 就是一下子就不夠 其實 如果你說 吹 會贏 當然 吹會贏 難道會認輸嗎? 這次你就不理解 為什麼我要說這件事 就是 烏克蘭現在正在吹自己 會輸 他正在說 如果 俄羅斯這十五萬大軍 在二三月的時候 去打他們的話 他們很大可能會輸 那怎樣才會不輸呢? 就是要西方再供應多些武器 給烏克蘭 那他們就不會輸了 其實就是這樣 所以你說 是不是搞的 吹會贏 其實 打仗是這樣的 就不是一定會吹贏的 有時候是會吹會輸的 哈哈 你說 賭仔輸了 趴街都不認輸 那又不是 有時候 你要看看 他究竟在做什麼 譬如賭仔後面 就有一條水喉射著 他跟老闆說 輸了 你射點錢下來 那 翻本 有些人當然會翻本 好啦 莫叫姐姐就說 贏輸都會打爛了烏克蘭 這個是沒有辦法 現在基本上 這個戰場 根本就畫了在烏克蘭這個國家裏面 烏克蘭是會打爛了 那現在 有部份的人 我認識 他們已經在想怎樣搞重建 怎樣在重建那裏分一杯羹 就是 已經有部主搞重建 說個真話給你聽 那究竟有沒有搞 那我就 不是這樣看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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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將退燒藥本來十粒一盒變成六粒 吃完一盒沒有改善就要去看醫生 韓國有不同的疫情處理方法 我只能夠說 韓國的藥房買藥監管得很嚴格 有一位配藥師看著 是的,他們是很嚴格的 要買布洛芬也不是那麼容易 我試過在韓國是要買的 最初當然是不懂韓文當然是難的 但是他要問你究竟有什麼事 然後他才會賣給你的 如果你沒有東西他不會就這樣賣給你的 好了,講到這裡其實都差不多了 如果烏克蘭能不能夠再撐下去 我認為烏克蘭是撐得到的 西方是有... 我也要說回 你不是說烏克蘭會撐皮 我就告訴大家 只要西方不撐皮 烏克蘭是不能撐皮的 美國如果繼續扔錢下去 歐洲繼續頂住 歐洲是有誘因繼續頂住的 現在歐洲的國家 就是跟俄羅斯賭國運的 他們現在就是想... 一件事 你看得到戰量意圖很明顯的 就是想俄羅斯是撐皮的 借俄烏戰爭收俄羅斯皮的 收了俄羅斯皮之後 下一個他們攻擊的目標就是中國 現在俄羅斯頂... 我也希望俄羅斯頂多一會兒 頂十年吧,十年發採就差不多了 好了,講到這裡就算了 休息一會回來講其他話題 吉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